在去年12月的時候 呼吸很困難 到一個程度 要用睡眠呼吸機 才能夠休息和睡覺 每次睡覺都要戴上呼吸機 我在很無助的情況裏 我站在肚子上 我對著iPad and Onsen 說 有誰可以幫我 我一撥就撥了葉牧師的東西出來 我聽完他的訊息後 有個電話 我就嘗試打 我不是即時打 我睡了覺 我當時心裏想 哪有這麼大的甲蠟 於是我睡了覺 第二天睡醒的時候 聖靈吹逼我 很急的 我就跟他講 你形容一下怎樣急 覺得坐不定 站不定 那個人很急 我就想 打就打 我就打了這個電話 我就想 如果這個人給這個電話出來 實在很多人要幫 有段時間都輪不到我了 誰知那晚我就接到你的電話 我知道這個人聚會 葉牧師約了 給我一個時間 完了崇拜 來 我就來 當日一點鐘 找你們為我祈禱 我已經習慣了 那個日子 睡覺前 我搬一張椅子 擺了一部呼吸機 然後坐好 就戴一個面膜 就睡覺 那天我來完之後 那天 我照樣擺一張椅子 設置一部機 坐下 打開眼睛就天亮了 我說 上帝做了事 上帝做了事 我知道神工作了 即是你就沒有開到那個 沒有 直到現在都不需要用那個呼吸機 你那時用了多久 用了都有成 差不多兩個月了 如果不用會怎樣 那時 吐不了氣 吐不了氣 但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非常大的改善 那你還有說到你身體還有其他的 我當時出不了門口很久 因為吐不了氣 是 在這件事情上 我看到一個是什麼情況 是個人極度緊張 我當時 不知是雞鮮還是蛋鮮 總之就是一個嚴重的緊張 於是吐不了氣 到現在我都可以出來一天街 我當時已經有很久的日子 是不出街的 很害怕出街的 不知去到哪裏會暈到哪裏 到一個狀況 是 不敢祈禱 已經 都沒有氣 說什麼 如果要我現在這樣說話 甚至唱詩歌 當時來說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的體力恢復是很多 你現在說話很有力 有中氣 是的 那出來你又不用帶個呼吸機 以前你是怕出來要帶個呼吸機 我怕隨時休息 是要找個呼吸機 當時 你介不介意說什麼病 引致你需要用呼吸機 如果以我找專科的醫生 最主要是鼻黏膜 真厚 鼻黏膜 我其實現在也是 但我又能夠呼吸 雖然我求神給我 在身體上都可以完全沒事 但我一直在等待他完全的醫治 我相信他不放棄他的醫治 是 你那個體力那時候去到什麼位 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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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躺在床上 嗯嗯 是 人是走出一個憂鬱的狀態 嗯 好 感謝主 你現在這樣的經歷 你對神會有什麼回應 我覺得這個神很厲害 其實我一向就知道他厲害 不過我沒想過自己軟弱的時候 原來是這麼弱的 那我看到 原來在神裡面 神那個聖靈的運行 是做大事的 是可以恢復一個人的 所以 我逢是見到 有你現在聚會 我就走來了 嗯 感謝主 名要歸給主 天啊 那 我喜歡 看